最大的科技公司的普通员工会待多久 根据专注于就业的社交网络领应收集的数据 与其他主要行业相比 软件和互联网公司2017年的员工流动率最高 硅谷已向员工提供免费餐饮 交通和儿童保育等福利而闻名 更不用说在某些情况下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最先进的办公空间了 然而就金山商业时报汇编的 Linked in Premium用户可用的数据表明 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 这些津贴也不足以鼓励其长寿 以下是硅谷最著名的科技巨头员工的平均任期 据报道 谷歌的平均任期为1.1年 与软件开发人员4.2年的更广泛平均任期 形成鲜明对比 优步的平均员工任期很短 只有1.8年 优步员工享受的福利根据Glasdor上的前员工自我报告 免费餐食 无限制带薪休假 健身房会员资格 优步和优步饮食服务的折扣 Dropbox的员工平均在Dropbox工作2.1年 津贴一日三餐 一个校内健身房 以及手机账单报销 特斯拉的员工平均在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工作2.1年 津贴搬迁套餐 旅行津贴 股票期权 数字支付公司Square的平均每位员工任期为2.3年 额外津贴免费免费用餐延长赔产假和产假 在家工作选项和无限透 在Facebook平均工作时间为2.5年 津贴 洗衣和干洗服务 免费自行车 现场营养师 健身房和健身课程 前往总部的搬车服务 儿童保育津贴以及实习生的免费住房 员工通常在Airbnb工作2.6年 优惠 公司赞助的课程和欢乐时光 价值2000美元的季度员工旅行券 仅用于通过Airbnb旅行 每天早餐 午餐和晚餐 现场舞蹈课和瑜伽课 网飞公司留住员工的平均时间为3.1年 额外津贴 免费午餐 无限假期 延长家庭假 当然还有免费的网飞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平均员工任期为3.2年 Perks 全天免费用餐 免费烹饪课程和演讲系列 包括作家 创意人士和名人 现场按摩师 学费报销 谷歌巴士 然后得到这个 死亡福利 Glassdoor上的这份不寻常的工作津贴清单显示 谷歌在已过员工去世后的10年内 给其上存的配偶或伴侣50%的工资 苹果公司的员工通常会待上5年 优惠 折扣苹果产品 Steve Wonder Demi Lovato和OneRepublic等一线明星的免费私人音乐会 Apple Care学院计划 帮助学生员工支付学费 校园医生和按摩治疗师 Adobe公司 5.3年 津贴 健身房 公共交通的通勤津贴 每5年的休假时间 成吨的免费食物 在甲骨文公司 以强硬的文化而闻名 7年的任期是正常的 津贴 日常购买的公司费率 从尿布和杂货到手机 电脑和度假等大件商品 在家工作的选择 无限制的休息时间 排名第一的是思科 其平均员工任期为7.8年 津贴 现场健身房 每年5天带薪休假做志愿者 报销学费 每个团队每季度都有津贴 用于社交活动